大家好 我是樂儀 我這麼快就已經來到冬天了 所以我最近也入手了不同秋冬天的衣服 accessories 又或者是小物類的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做個share 如果大家都很想知道我最近買了什麼的話 就繼續去片看下去 我們首先由衣服開始說起 我先說Sara Sara我總共買了兩件外套 第一件就是這件 我買了一件外套的最主要原因 是因為它的Pink色很特別 它是黑色、Pink、深啡色 加白色和卡奇色的Tweet 我們一般看到這種Tweet的外套 或者衣服也好 都會比較鮮色一點 又會比較Sweet一點 感覺會Girly一點 但我覺得Sara看到這一件 我覺得它的感覺是不太Girly 即是平日一常 就算很隨便 這樣搭也會搭也沒什麼問題 看起來好像有點厚 但其實它也偏薄的 在香港冷的 其實也只有幾天 所以這件也挺想穿的 可以是 甄嶺為例 它也是可以好好搭也 是Crop來的 就是偏短款 還有Sara我買的第二件外套 那就是這一件 那這件外套 如果你出去幻想了一個Hastick 加皮的質地 就會是很經典 歐美的女生 會常常穿的那種外套 但是呢 因為我穿衣服的風格 就不是這麼歐美 但是我當時看到 它是一個米白色偏灰的顏色 我就說這個顏色 立即柔和了很多 看起來不要那麼強勢的感覺 就好像感覺 平日不是穿歐美那種衣服 都可以穿到這個版型的外套 所以我就買了 好 裏面呢 就是風褲的質地 所以其實穿上去也很舒服的 它也是一個短款的版本 我也比較偏好一些短一點的外套 因為這樣的話 就比例網上說會好一點 完全沒有任何違和感 不會沒有很強勢的感覺 那如果大家都想嘗試一些 歐美這種大翻領 再加一些有些連在外套的感覺 但是平日又不是說 穿得那麼歐美 都可以試穿一件的外套 好 接下來 不如我們先說一下CK 首先就是前一陣子非常熱 每一個代購都在代購中的 Jenny同款的一個bra 這個bra 它是有空墊的那一款 它的墊是超級薄 給大家看一下 是很薄的 軟塌塌 或者承托力 然後呢 它整個感覺 就像sportbra 但是它後面 是用了這些普通bra的扣去扣 還有條帶都可以調節長短的 整體穿上去 我自己覺得 挺舒服的 但是算是一款 我覺得沒有什麼承托力的bra 可能平日舒服的時候可以穿一下 之後呢 就是CK的這一件 針織的背心 這一件背心呢 它是兩種拼接而成的紋路 可以看到就馬上買了 因為我很喜歡這種 拼接的衣服 所以呢 當初一看到它 我真的毫不猶豫地買了 這個是one size的 我買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很大一件 以我的身高169 我可以直接當one piece去穿 所以這個 應該就是一個男裝款式來的 如果身高比較矮的女生 就可能要留意一下 不是長度的問題 是它肩膀這個位置 我可以給大家度一度 肩膀這個位置 是來到我手袖這個位置 我自己如果一邊穿長袖衣服 再去襯它 當它one piece這樣穿 我覺得勉強撐得起的 我肩膀也算橫 但是如果比較小一點 或者嬌小一點的女生 就可能未必適合這個 針織的背心 可能對你們來說 肩膀這個位置 真的會太大件 和太跌下來 one piece這樣穿 我也覺得是 非常時尚的感覺 所以這件比較高的女生 可以嘗試一下 又或者大家都可以買給男朋友 或者男生朋友 去穿 我覺得是不失一個好的選擇 接下來我們就不如說一下GU GU只買了一條裙 其實是這一條 弧水綠色的裙 它有幾隻顏色 我也有想要買其他顏色 因為我覺得它的版型做得很漂亮 貼合我的身形 所以這個我試上新的時候 就馬上買了 無論是腰部位置 還是長度 我都覺得做得非常好 如果大家買了GU 這條裙真的可以試一試 它有買其他不同顏色 都一定是選到適合你們的 這個裙的版型 我覺得真的做得非常漂亮 好 今次來我們來講一下H&M 其實我也有一陣子 沒有在H&M買東西 因為它們的衣服 出月不是我的風格 但最近因為它捐衣服 回收衣服 走了一陣子 我就找到一件 綠色格仔的襯衣 而且是短版的 那我就馬上買了 首先最近真的很流行 這個綠色 鏡頭看好像有點綠 就是看到一些偏向蘋果綠的感覺 這個質地就是H&M的衣服 沒有版型而設的 就是一個很短的短款 這件衣服 裡面要再穿一個bra top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它太短了 而且它下面的位置是飄一下飄一下的 你大高手很容易會看到你的內衣 所以一定要穿一個bra top 在裡面打底 又或者當是一個兩層的穿搭 也不錯 所以這個我覺得很適合一些vintage的look 我覺得是挺漂亮的 這件衣服搭出來的效果 最後一個fast fashion品牌 我最近買的就是cotton on 就是這件衣服 超級新的 我連吊牌都沒穿過 我沒穿過 我是買ASM的 又是 一看到就是這種平色 我一定要買 我試完之後 我都覺得 通常衣服有一個弊病 就是很容易穿得 很臭腫 第二就是它的質地會很刺 這也是兩點 我覺得是買不買這件衣服 很重要的元素 但是cotton on 這件衣服 我自己就覺得 第一 它不是很舒服的那種質地 但是完全滿吉的 我覺得已經足夠了 第二 就是因為它的垃圾 它的針直 你可以看到 是比較氣疏 它不是很密的 那種針直 所以 它也不怕穿得很臭腫 這件再加上它是短款 沒錯 近來是很流 很閒的 短款的衣服 這件衣服 我都可以拉高 我的比例 所以短款的衣服 我都很喜歡 接下來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件Polo的白色衣服 我覺得每個女生 家裡都需要有白色衣服 因為它的搭配率是非常高 還有什麼衣服都搭配到 還有基本上任何場合 我都可以搭配白色衣服 既然一件利用率是這麼高的衣服 我就會想投資一個好一點 所以我就選了Polo 這件Polo我是同妝的 同妝的L 但都很大 大家都可以看看它們的同妝 那 不開心 第一次穿的時候 吃飯吃咖喱 接著整個咒 滴了咖喱汁 我打算遲一點 再想想怎樣 我可以擦碰它 但是這件白色衣服 就是 好看的 一般我都會押起咒 這樣去搭配 我覺得無論是 搭配一些 很OL 或者office 正式場合的衣服 又或者是一些隨性的 很隨性的那種衣服 都非常好看 我覺得白色衣服的搭配技巧 搭配牛仔褲 是最好看的 但是當然是其他顏色 其他衣服 其實都非常好搭配 最初是打算買 那種白色過頭粒的衣服 但是後來我看到 這一種 可以扣扣的 我就轉做了這一種 因為它可以當外套製作 也可以一件這樣 套進去也沒問題 但有一個問題 是因為你可以看到它的扣 在下面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所以 這個意思是 這裡是空的 所以你一定是越來越做一件 打扮 或者穿一件衣服 做一個內疊 然後外面再穿一件 就會好看很多 但這個也是非常貴重 而且我很擔心 這些外套會穿得很包手臂 但這個是沒有這個問題的 在AIRSPACE 就買了三件 其實我自己在AIRSPACE 都已經買過泳衣 比起三件 我覺得它們的泳衣 是真的值得買很多 你先看這個 一般給你們寄過來 都會有這樣的包裝 這個包裝大家千萬不要丟 因為留著它 用來裝泳衣 是非常方便 用它用拉鏈的袋 我買了一條高腰的泳褲 吃完東西 去游泳 都不怕 拿到肚子出來 就買了一條 它旁邊有些 黏黏黏的東西 應該可以索緊 索高一點也可以 這些不會有試新的影片 大家可以留意我的IG 到時候我去巴黎道 應該會穿 大家可以在IG 提到它穿上新的效果 另外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真的 我記得我之前 很久以前買他們的泳衣 是沒有包裝得那麼漂亮 可以扔它這個盒 好像整個阿婆那樣 那些盒真的很漂亮 我想保持的 打開後 就會有一件泳衣在裡面 你看那個盒裡面的 設計是超級漂亮 裡面就是你的泳衣 也會有剛才的袋子 給你保持的 好漂亮 這個盒子 是這樣的 有點難展示給大家看 但是它是一個吊帶的款式 這裡會有兩條帶 它吊在肩膀的位置 大家可以留意我的IG 可以穿出來的效果 接著來就是這個 哇這個感覺 超級深 綠色的格子 這牌子真的很流行綠色 好了 那我打開 就是跟台灣Youtuber Tiffany他們聯名的泳衣 這套泳衣 我也觀看了很久 打開就是這樣的 了格的泳衣 背部是跟了一條帶 這個本身是跟了一條帶 應該很固定 然後呢 這裡有一條很長的帶 很視乎你怎麼發揮 總之我研究一下 我都沒穿過 這個也是給官網的照片 好了 我們終於講完衣服的部分 接著來我們可以去一下 以及生活小物類的東西 好 首先不如我們來講一下鞋子 有兩對的 第一對就是 Editas的一對 非常漂亮 它真的很英倫風的感覺 因為它是配合格子 哪裏是格子 旁邊都是 裏面都是 所以我感受到冬天 我覺得很適合穿 而且它 我自己是Editas的粉絲 Editas的鞋 我覺得大部分都穿到腳型很好看 這雙也不例外 它的底部也是有厚度 看上去 但其實穿上去也非常舒服 也是穿上去 很拉長度 個人的比例 所以這雙鞋 如果大家很喜歡 做英倫風的穿搭 又或者真的 又或者甜美可愛 Casual 我也覺得搭配到的 這雙鞋 裡面 還會附上一條灰色的鞋帶 我覺得搭配灰色的鞋帶 會更漂亮 但因為我懶得不換 所以 還有一條鞋帶 好 第二雙鞋 就是 我們一起給幾秒鐘時間 去欣賞一下這雙鞋 完全就是一個很漂亮的 復古版鞋 老實說 這雙鞋 是我的IG 保留了一年 當時我很擔心 純粹 因為潮流 很流行 所以我覺得這雙鞋很漂亮 一直都沒有買 但事隔一年 我今晚會看到 代購重新鋪上這雙鞋 我真的覺得 我忍不住 既然我喜歡了一年 都這麼想繼續買 所以我就 客人決心買了這雙鞋 其實 我怎麼想一年都沒有買 還有一個原因是 我不喜歡穿這一種 我叫做平底板鞋 平底板鞋 一般的底部都比較硬 比較難走 二來就是 它不是很修飾腳型 因為它是平底 所以不會做到一個拉長度 試過效果的感覺 所以我也很秘技 要買這一類平底鞋 那奈何它真的太漂亮了 真的 買到回來 都的確它是中了所有平底鞋的要害 不好穿 還有沒有任何視角上的增高效果 但是 是漂亮的 穿上去都漂亮的 襯牛仔褲長褲 都非常好看 這雙鞋 大家要買大一點 我那時候 我原本自己穿38.5至39都可以 但因為我39沒有買 所以我就買了38.5 誰知道鞋頭這個位置 我有少少韌腳趾 所以大家都要買大半個馬 要記住 穿得比較舒服 好 接下來我們就真的來到一些 衣服 不如我們先說一下袋子 Dior他們的一個Vintage袋 就是這個款 有一個Dior派的這一款 那它為什麼爛了呢 就是因為運輸上的問題 運輸的時候應該不停跌跌 這個Di和Or的中間 應該要有一個扣連著 就像這個扣一樣 要有一個扣連著這個位置 但是我拆開的時候 扣已經是掉下來了 然後我又不知道 我倒出來的時候 整個扣就掉碎了 所以現在這個帶是散開了 我也在默色扣 去扣十距 Anyway我們先看看這個袋子 它這個拉鍊位也有一個D字 就是很經典老花Dior的這個圖片 其實Dior老花袋 它現在買的那些 我大部分都沒有考慮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很喜歡 真的很喜歡它旁邊有這個Dior的字 我覺得很漂亮的 好像突然之間你的穿搭 又多了一種東西 賣回來的價錢是四千五千多元 給大家再一個參考 那我就不會跟大家分享 我是去哪一間代購買 當然它自己再權衡一下 我要找哪一間代購 但我都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入手的價錢是多少 這個袋子用量是這樣的 基本上手機 或者卡住鎖匙 Airport 粉餅全部都可以放進去 還有這個卡住的部分 之後呢 我是不會再帶Cash出街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就決定索性轉一個卡住去用 它打開裡面 就是有一個塵袋在這裡 實物就是這裡 我已經用了三個月左右 我是買最經典的 黑色配金色的配色 其實我當初想買YSL的混合 我是喜歡它全黑的那款 但我很擔心 是因為我一時覺得它漂亮而買 我怕我兩三年之後覺得它不漂亮 所以我就思考再三 我還是決定買最經典的黑金配色 它大致上就是有兩個卡位 每邊兩個卡位 還有中間的洞 一邊可以 每一個卡位可以摺到 大概兩張卡 但是就不容易拿出來 中間這個位置 也不是很擔心得開的 不是很擔心 所以我也是可能放一些Q點 不過它始終是皮的質地 所以其實它不是很撐得大 我覺得 盡量放到八張卡 如果你有八張卡以上 可能要考慮買其他款式 啊 流血啊 講講香港頭 這陣子真的太乾燥了 大家要做好這個好濕 好 接下來了 小物類也有 這個 這個 電腦套 我是已經E3 但我還沒有一個真正的電腦套 因為我覺得市面上賣的電腦套 也不是太好看 而且我不喜歡用手捧著 不如直接捧著電腦 所以就沒有了一個買電腦套的必要 直至我看到我的電腦套 有這個 它是可以抽的 很遠的手抽 避免了我捧著的問題 二來呢 是它有內格 我還有多一格 什麼意思呢 我可以放很多東西 我可以 平時上課 我就是最大的電腦 剛剛放到我的MacBook 13寸的電腦 然後前面這個 我就可以放我所有的電話 卡住 唇膏 或者其他 全部都放進去 甚至乎如果你戴iPad 都可以放前面這個 然後就一次過這樣抽起來 當作是一個袋子 拿出去 拿出去上課 真的很方便 拿來襯衣 這樣拿來襯衣 是很好看的 我覺得 你可以看到它的質地 是 不知道看不看得出 是這樣的 菱形的質地 捏下去 好像有些海面 所以我猜它應該有一定的防撞效果 我覺得又便宜 又漂亮 CP值又高 又夠實用 這個我覺得 麻煩所有大學生 看過你們 好快樂的時光 真的特別快 我們弄回最後兩件事 那第二呢 就是我頭上的這個 頭褲 就是Chanel他們的 這個是一個vintage 少少的款式 有兩種色的 另一個是黑色 配金色的logo 其實那份是會更漂亮 因為看上去金色logo 但因為我接下來的頭髮 即是無論是 現在還是之後 都應該不會染淺色的 所以我只買一個淺色 原來深色頭髮 一定是配淺色的頭褲 那我就買了這一隻 淺色頭褲 那呢 帶上去 因為它是那種 膨膨的質地 所以帶上去 它都很顯 爐頂很高 對 我帶上去都 非常好看 最後一個分享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是一個 相片把 印機 我猜的名字 應該是這樣 它就是我們平時 FUJIFIN他們出的 一個 製印相紙的形式 它製印的那個相紙 尺寸就是這樣的 比起 精尺幼會再大 這些 這樣 這個是我禮物來的藍牙 送給我 裡面就 開了這裡 然後 就放剛才這個相紙進去 就像我們平時的 即尺幼一樣 就放了相紙進去之後 就應該 連上藍牙這樣 它就會在這裡 在這裡 大家都應該聽到 它在運作 但是我裡面很想知道 就會在這裡 刷出來 應該是要打開他們的apps 但我沒有用過 也沒有研究到 怎麼用 最近年尾很多 交換 或者要鬆聲 大家也可以 考慮一下 這個相片打眼鏡 我覺得是挺實用的 最重要是它可以刷到 你手機裡面的相片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如果喜歡看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CLS 3部曲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